哈喽 我们已经回到家 今天是第二天了 早天出去玩了一下 我知道大家都想念我的菜颜色 所以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下 这次出去是唯一一次 史上没有很大 其实我现在是早上七点钟的时间 太阳已经这么足了 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搭着架子 让丝瓜 还有佛手瓜 南瓜之类的 就是这样长在这个棚子里面 下面就种一些矮的蔬菜 有一些是比较喜阴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充分的利用这个空间 无尽下的绣球在这里试验过了 是可以长得非常好的 所以绣球的话就种 但是这个大栗花还是不行 它长得倒是挺好 但是开花是有一点问题的 这中间种了一排小葱 反正就是充分的给它利用这个空间 黄瓜的话已经开始挂果子了 我今天给它补充一些肥料 看着有点 就是长得挺高的 还不是特别粗壮 它撕一些这个芝麻饼肥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菜长得这么好 就是去 是肥是肥 一个多月我已经撕了好几次肥了 一个半月吧 现在用这个肥料用的比较多一些 人参果还是死掉一颗 因为这个就是浇水要浇透 它们好像都不太懂水要浇透 这个道理 等一下晚上做饭的时候 把这都给它吃了 这是菲利早上放的鸡蛋壳 说可以有营养的 他们在学校学的 这个下面呢 种了这个是香草 这个是叫什么香草 我记不出来了 这个是叫time 那个是rose mary rose mary迷迭香 然后这个是种了一排上海青 这边种了一排芥兰 这边种的是油卖菜 这边是种的萝卜 丝瓜呢 因为它是往上长的 所以这个萝卜边上就种了丝瓜 让它往上爬 这样节省很多空间 这个是叫绿皮脆薄的一个甜瓜 我走的时候刚刚开花 现在挂了 你看多少果子 看着多喜人 第一次种这个瓜 貌似还挺高产的 这边种了一排我最喜欢的蜗笋 在这里买蜗笋 那可是太难了 所以自己种一点还是蛮好的 蜗笋的旁边呢 又种了几颗黄皮的甜瓜 让它往上长 往架子上爬 这边是南瓜 南瓜也是让它往上爬 因为它太占空间了 我觉得这边的菜种的太成功了 太看着太好看了 这边是就是那个青菜 最后的那个青菜已经很大了 这个是第二茬 这样一茬一茬接上去 家里就是永远都有青菜 我终于终于买到蓝雪花了 不容易 第一次呢买假了 第二次呢因为送货没送到 第三次终于买好了 我打算在这边呢 做一个蓝雪花的墙 可能需要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吧 慢慢来吧 然后是臭 他们说是臭菜 其实叫芝麻菜 这个菜的话做西餐用的挺多的 就是做色拉 也有的时候就是放在披萨上面 我非常喜欢这个菜 这个空心菜就种了这一点点 真的是割了一茬又一茬 我真的想不通之前 为什么我要种那么多 这一点我们都吃不完 这中间这种的花是要移到 我另外一个菜地的 这边是胡萝卜 也是蛮好的 很快我们也有胡萝卜了 这边呢是韭菜 大家还记得吗 我之前在老房子用种子种的 这边的话 我再割一茬 然后再撒一些草木灰 基本上就长得很粗壮 这里是茄子 茄子我们也可以收了 接着还可以 这个本地的这种高角的大青菜 太容易种了 我觉得谁都可以种的成功 这个是芥菜 我们晚上过几天把它拿来腌酸菜 做个山菜鱼啊什么的 炒个肉都好 没有想到热带的青菜可以长这么好 大青菜 芥菜 这边上是芥兰 这个芥兰真的是长得也是非常好 看着就特别特别的嫩 我以前都没有种过这么成功过 这次真的超级超级好 种了几颗白香果 邻居家呢 它养了鸟 所以看上去那边有点乱 其实是他们家的 所以你在我的视频中 听到很多很多的鸟叫 这一排呢 我就打算让这个给它爬满 就是把他们那边挡住就看不到了 这个太高了 不能让它往上面爬 不然爬到顶上去 就收不到 收不到这个了 你看它 擦的太快了 往下涨 这个白香果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黄皮的 好像也有紫色的 我记不清了 因为是从那个大田里面移回来的嘛 大田里种了两个品种 每天都有很多的惊喜 没有想到月季在这个热达也种的挺好的 尤其是这个粉色的 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 等它过一段时间全部长大了之后 开一片 应该是很好看很好看的 这沙漠玫瑰在这里就随便长 像野生的一样 看看院子外面的一些蔬菜 这个蛮设计的 这个花还是很好 香蕉梅在这里就是一年四季都开 一茶接着一茶 等这一批过了之后下一波又会出来 边上种的是太阳花 太阳花是让它往下搭了这张 一点空间都不浪费它 边上种的小青菜 这院子外面的菜也是长得特别特别的好 你看这个苦瓜长得太好了 今天晚上要把它吃掉 这一次的苦瓜认真地给它搭了一个架子 这种爬藤的还是喜欢架子 有架子就长得特别好 这下面你看还接了很多 这一次家里请这个小姑娘 年轻的小阿姨真的超级超级好 走的时候给我各方面都打理的挺好的 下面又种了一波向日葵 因为那一波开完了之后 要有一波马上要接上来 这边上种的这叫啥花我也说不上来 还种了一排这个白色的三角梅 打算做一个白色的三角梅的墙 我又单独的种了两袋子青菜 有大有小 外面呢还预苗了一盆小一点的 这个就是过几天学校做活动的时候 我会把它拿过去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如何来种这个青菜用什么样的土 你看它大小是不一样的 就是跟他们讲一个阶段长多大 下一个阶段长多大这样子 啊长大了之后正好留另外一个人接着 再把它做成美食就这样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拜拜